嗯 什么叫上进心啊 就是我平时在看苏的时候 他都在打游戏 嗯 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 你不能说你看到的 他在打游戏 就证明他没有上进心 你不能说你看到他在干什么 就证明他没有努力工作 但在他的世界里 他可能一直在努力 他在这个城市 没有 你觉得应该 有的一些东西 而且呢他在这个城市 可能比本地人 得到这些东西更困难一些 你的期望 其实就是找一个 有车有房 踏踏实实结婚 其实换句话说 这些就是上进心 我觉得可能就是出现了偏差 你想要的和你得到的 不是一个类型 所以你们需要真实 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如果大家都隐隐漫漫 遮遮掩掩 那最后大家都对不起 这段感情都辜负了这段感情 是不是 谢谢善娜老师 来 图老师 你要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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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